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特别是在古时候神秘的东方 在中国古时候有着不少神奇色彩的传说 有的是根据一些真实事件改变而来的 有的却至今都是一个谜无人能解 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英兵的传说 据说在中国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情 早在南北朝时期 在刘豫飞掉最后一个皇帝 自己称帝的时候 刚上尉就遇到叛军纵乱 叛军一路追达到建康城下市 本以为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能乖乖等死的 此时正处于紫情山下的叛军 遇到了一幕让人瞠目结实的景象 一大队英兵集结在紫情山下 各个都是白衣战甲 手持白刀面目惨白 时不时的还发出一阵阵苦怪的声音 叛军头子即刻发令 朝英兵射攻 但是不远处的英兵毫发无损 还向他们冲得过来 英兵冲入叛军阵营 以振猛攻 让敌人溃不成军 还有一次就发生在近代二战时期 中国的商船正停在上海码头 盘运物资准备运出 这时遇到了日本的巡逻艇 同样 中国商船原本以为死定了 日军肯定是来切祸杀人的 此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日本巡逻艇被困在河河里 中国商船趁机藏了起来 但是过了好几天 食物也耗尽了 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中国商船就决定冲出日军的包围 在这途中 船上的一位大爷就发现了英兵戒道 同样的景象 同样的让人心惊胆战 但是并没有攻击中国商船 而是保护他们走出了日军的包围 后来这位老大爷就归当时的情景给吓晕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英兵出现的消息